農業粉專林北好遊遭恐嚇爆出是自導自演 版主林玉侯十月三號早上六點PO文認錯 承認恐嚇內容一部分請朋友許哲斌幫忙 沒想到這些行為毀了自己 但這出自導自演戲碼 當時還波及高雄市官傳局長高敏玲 因為高敏玲九月二十七號遭冒名恐嚇林北好遊 當時他報案調查卻收到恐嚇 我也赫然發現原來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遭到恐嚇要求要撤銷報案 那在此我也要呼籲希望大家能夠再討論 高敏玲直呼自己才是遭恐嚇受害者 如今林玉侯的道歉似乎也還他一個清白 只是林玉侯道歉文下方 還秀出民進黨黨政 自爆不配做民進黨黨員會辦理退黨 讓網友看不下去炮轟 不要牽托別人 好好道歉有什麼難 但是他卻在蔡英文總統連任之後選擇加入民進黨 那利用這樣的一個身份在今天公開道歉之後 然後反而把黨政拿出來說要退黨 所以這一點讓我懷疑說他是不是長期臥底在民進黨裡面 立委鄭玉侯也揪出其中恐怕有內情值得追查 民進黨指出林玉侯2020年3月線上入黨到2022年都有繳黨費 每一次的選舉 不分朝野全體的國人都應該把它當作是民主的嘉年華 千萬不可以為了要贏的選舉不擇手段 台灣是民主社會享有言論自由 但林玉侯言論製造社會對立已經引起各界恐慌 如今爆出自導自演再扯民進黨政 讓各界有諸多聯想 先說王晨英侯想要台北怎麼到 9月23號國民黨已拒絕網路暴力威脅 捍衛言論自由為題大力聲援 令北好優 但相隔不到兩週令北好優認了自導自演 涉案人包含自家政策會員工許哲兵 國民黨二號晚間急聲明 譴責所有作假行為個別案件 若有任何違法情勢 尊重司法誤網誤縱 但不忘強調 要由國民黨執政的桃園市警局依法蒐證 把相關物證移送遞檢署才能找到真相 但案情大逆轉第一時間聲援的侯友宜 只能繼續槓到底 對於本案作為雇主當然表示非常的遺憾 不過我們也覺得這件事情沒有需要無限上綱 對比主帥繼續罵藍營小金門陸續刪文 立委參選人羅廷偉當時貼文 好優評論政府遭恐嚇台灣如同白色恐怖 沒有言論自由 10月2號緊急編輯 黃金平則表示大型翻車現場 非常可惡的自導自演 而曾在令北好友臉書留言 加油的游書會王洪威只能轉彎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完全的不可取 很多的一些黨籍 民意代表大家都覺得非常傻眼 柯文哲當天臉書捍衛言論自由的貼文 仍留下但民眾黨隔了一晚 也發生譴責任何造假行為 高分被力挺換來一場騙局 讓在野陣營尷尬不已